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一聊习近平对军队发布的新的主席令 他说了什么 到底要干嘛 为什么要对军队发 咱们长话短说 直接进入主题 简断结束就这两天习近平的行踪非常的神奇 你看中国南方深圳这次受几大台风影响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这是天谴了 日本地震你说是天谴 中国南方受台风侵袭 受灾严重 有没有人说了 这咱们不管 那么深圳再次引发了内涝 不管是开篇小视频还是现在旁边我不放的视频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深圳再次开启了看海模式 那么在这样一种危难之时 咱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 前往了中国的北方东北 对 你没有看错 就是深圳大水了之后 人家去了黑龙江 慰问被水灾肆虐后的东北人民 这个就是上次杜苏蕊那波 就水都已经退了 然后人家去了 然后水来的地方 咱们圣上是不去的 所以不是我这样说 你去看看墙内 中国国内 就是发布这样的下面的 只要开启评论的 你看看下面的网友都是怎么讽刺的 就怎么嘲讽的 这评论区翻车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等会说的军队主席令 结合在一起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东北 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 习近平这次去的一个叫上智市 那个地方是东北的一个粮仓 我个人认为习近平 他是实际上不是去视察灾民去了 灾民死不死 人家从来都不在乎 只是新闻这样宣传 他真正视察的是东北地区的粮食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打仗了 你别觉得我捕风捉影 你听我说完这军队主席令之后 你就不这么看 我给您读一下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 北京时间9月7日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发了命令 发布了一个叫做军队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办法 这个办法将自2023年9月10号起实行 就是9月7号签发 9月10号就执行 你可以看到这个命令非常的紧急 前段时间通过中国那些什么什么矿石 卡美国脖子的时候都要隔一个月才实行 这个发了之后三天就实行 可见它的紧迫急切之数 那么具体规定的是 这个办法将会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聚焦提升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围绕军队人员家庭的婚育产育教等现实需求 坚持体系设计 突出技术服务 注重支持辅助 规范和加强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服务保障 后面这就是废话 我都不念了 然后办法总共33条 主要是对于生育的调节 生育的奖励辅助 生育服务等做出相关明确的规范 要提倡军队人员叫什么 适临婚育 优生优育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而且这次要新增了中国很稀少的叫育儿嫁 生孩子 有育儿嫁 独生子女父母 护理的嫁等等这些假期 完善 保育 教育 托幼服务等配套措施 健全咨询指导 保健服务 技术服务等措施 好 那么新闻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您听出来什么没有 这次的优生优育和对于什么什么育儿嫁等等 它是有条件的 就是只对军队 是军队要开展 可不是对韭菜 可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没有 这不符合逻辑 观众朋友们 不符合逻辑 您想想看 中国现在是人口断然是下跌 我就不用展开说了 很多地方的小学 幼儿园在倒闭 没有新孩子 以前打破头挤着要去上的学校 上的这个地区还不错的幼儿园 现在扑普通通招满了 那地区不错的幼儿园招满了 其他地区幼儿园就已经倒闭了 没人上了 心生而不足 所以如果习近平他真的是准备 提升中国人口 挽回人口红利 布局下一个20年之后的话 那他应该是全民开展这种忧生忧郁 尤其是解决很多人不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就是什么育儿嫁 福利等等 产假等等这东西 这东西都给解决了 这才是真正提升中国人口的问题 但他不是 他很明显不是 他是只针对军队的 所以我前面就说 咱们直接捞干货 我前面为什么说他重要 他要提升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那生孩子怎么能和提升凝聚力 战斗力挂钩呢 您仔细想我给您五秒钟的时间 聪明的朋友可能已经想出来了 五四三二一 对 因为要打仗了 这件事情跟前面视察东北的粮食基地是一样的 习近平在做战前的最后准备 那这是我的判断 因为军队要赶紧生孩子 给留后 就这么简单 他要让军队打仗是要死人的 那鼓励给你优惠 给你各种政策 给你扶持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一个人 很多人想到我几个孩子了 你说同样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 一个是 对吧 哎呀 我这家里还没有后呢 我这还没有孩子呢 我还没有女人呢 他战场上可能会跑 但是这些人都是被洗脑洗的 这个已经洗的没救了 都是那种粉红的心态 那如果说他有孩子了 后面的妻儿老小得到妥 至少是他们宣传的是妥串的照顾 那你说同样是被洗脑洗的 这个对于中国无比忠诚 就是要武统台湾的人 他们会不会更加坚定的去作战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会的 对吗 所以我认为军队生孩子这个事情 尤其是用主席令来监督 或者来签署 来增加这个权重 它毫无疑问 就是一种战争前的准备 它总不能说 说你们赶紧生孩子 因为如果你假设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令下去 国家呼吁军人忧生忧郁 下面的人可能不当回事 可是你又不能直接说 我们明年就打台湾了 你们倒是死在战场上 没人收尸 没人给你留香火 你又不能这么说 怎么办 只能用主席令 相当于皇上加了个玉玺 盖个车 证明这个重要性 你们都重视起来 别到时候后悔 这是我解读的这个事情的意思 观众朋友您怎么看 为什么我说录一个小段 这个事情非常直白 只是一整窗户纸 可能有人可能没想到 没捅破 所以在眼下这个当口 习近平突然去了东北 东北是什么呀 粮仓啊 东北的粮食的实际情况 他心里也没底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天下粮仓 中国的粮仓 你不查的时候都是好的 都是满的 你一查就起火 怎么办 只能盛上亲自去查 他为什么不查南方呢 南方是同样遭了水灾啊 河北同样遭了水灾 他为什么不去吃茶 因为打仗 河北的一些印刷厂 没有关系 河北人死活 跟他没有关系 反正都是韭菜 还浪费粮食 我说的难听啊 但是我猜测 这对他对他圣上习近平来说 这是他自己的真实想法 而东北则不同 东北有大量的粮食产地 尤其如果南方进入交战的话 东北就是大后方 他当然要去视察 所以两个推论加在一起 我今天把这个结论 放到大家面前 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吗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您觉得到底是为什么 他突然给军队下这样一个 让外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主席令 好 那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